各位,今天3月6日,歡迎收聽香港台一則新聞,我王俊賢 美國超級星期二,共和民主兩黨總統初選投票結束 現任總統拜登和前總統特朗普分別橫掃多個州拿到勝利 兩人有望在11月再決一死戰 而只贏得兩場初選的共和黨候選人克利 據報最快今天宣布棄選 並在東岸時間早上10點現身宣布 兩黨當地時間禮拜二在15個州和美屬薩摩亞居行黨內初選 民主黨方面,拜登在14個州贏出 包括艾奧亞、維珍尼亞、弗蒙特、北卡羅來納、德州和猶他州等 共和黨方面,特朗普在12個州勝出 包括維珍尼亞、北卡羅來納、馬薩諸塞、德州和明尼蘇達州等 進一步鞏固領先黨內對手前上諸聯合國代表克利的優勢 而克利在弗蒙特州意外勝出 是她在今屆初選第二場勝利 之前她贏出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黨內初選 反昔相信11月大選極大機會是拜登對特朗普之爭 兩人分別在昨晚發表聲明拜登說特朗普只是為了復仇 並且決心追尾民主,又說美國人面臨明確選擇 選擇繼續前進還是允許特朗普再次拖大家入混亂、分裂和黑暗當中? 特朗普就在口湖莊園發表勝利演說 說自己從來未試過大獲全勝,同時攻擊移民 聲稱美國城市被移民犯罪所淹沒 雖然特朗普贏得多場初選,但仍未夠票代表共和黨出選 相信最快要等到3月19日 阿里桑那、法羅里達、伊利諾伊、坎薩斯 和俄亥俄州結果才算大局議定 外界關注民主黨內部初選的白票情報 特別是選民對拜登政府在以哈戰爭的主態表示不滿 馬薩諸塞州州務卿William Garvin 說 如果有一定數量選民選No Preference 該州可能將選舉人票投給No Preference 其他消息 德軍時像通話外洩,令英國在湖南的Trips on the ground 部署走流風聲 德國主英大使說,德國無需要就是樓時像通話道歉 Beguer Berger 說,今次事件完全是俄羅斯的hybrid attack 旨在破壞西方穩定、道歉等和正中俄羅斯下圍 說西方要提防進俄羅斯分化西方盟友陷阱 不過今次被俄羅斯折取的內容提到Trips on the ground 隨時令英軍陷入險境 因為外界原本以為英軍在戰場上的參與有限 英國前國防大臣華麗士直指 事件表明德國既不安全亦不可靠 德國國防部長Boris Pistorius昨日表明 事件並沒有令盟友對柏林失去信心 但承認事件屬於人物作物 由與會者利用不安全的路線進入會議 令俄羅斯有機可乘 當國政戰開紀律調查 但Pistorius說程處只是屬於次搖 唐寧家早前回應說德國有需要處理事件 外相卡梅倫表明英國對於加沙缺乏人道援助 耐性正減弱 並指以色列作為加沙佔領國 有義務按照國際人道主義法律提供援助 直至加沙面對可怕款難 因為饑荒而餓死 甚至死於本來可以預防的疾病 卡梅倫將會會見以色列內閣部長 以色列民族團結黨主席今次 在會面前 卡梅倫表明英國要求以色列所做的未有實現 包括各大進入加沙人道主義援助旅行 因為被指有相同用途 不少物資不准進入加沙 但事實上部分物資對醫療和其他程序來說是絕對必要 英國同時要求加沙北部和南部恢復供電和供水 並且說加沙人在二月所獲得的援助金額比一月份少一半 直至英國在這個問題上已經無耐性 將會向今次提出警告 卡梅倫罕有就以色列可能違反戰爭法提出直接警告 直至以色列是佔領國 有責任將守國際人道主義法 如果證實以色列違法 英國將會終止向以色列出口武器 不過最後卡梅倫表明 作為長期停火一部分 以色列必須將哈馬斯造出加沙 擺脫恐怖分子基礎截屍 此前今次在美國華盛頓獲規格待遇 和副總統賀錦麗、國務卿布林肯 和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見面 據報、訪問華盛頓和倫敦 都未有徵求政治對手 以色列總理諾塔利亞胡意見 行程也並非由以色列大使館或外交部組織 看看香港消息 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 立法會居行三個委員會聯席會議 反撥隊大隊長、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 自信當中收到的反對意見 部分明顯來自反華或被通緝人士 律政司司長林寧國說 沒有任何意圖禁制任何社交媒體 鄧炳強在會上說 有關反對意見部分屬於誤解或有心誤導 例如指稱23條立法後就沒有自由 不過說當中有參考價值 就當它們是誤會 政府會清楚解說 對於政府考慮在國家秘密相關罪行 加入和公眾利益相關免責辯護 工聯會吳秋北認為 維護國家安全屬於一國能制最高原則 即是等同最高公眾利益 關注有什麼情況可以凌減這個原則 律政司司長林寧國回應說 原則上沒有什麼比國家安全重要 但認為也要分清楚 在個別情況下 尤其披露國家機密所引申的國家安全風險 可能需要平衡 強調邏輯上看不到有衝突 但從新 就算引入有關做法 門檻也會很高 舉證責任必然在於提出要引用 免責辯護人至身上 當局也會考慮 如果官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時候 涉及握結境外社力 應該屬於罪加一等 由於曾經有官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 而被定罪囚犯在架式期間潛逃 當局積極考慮修例 收緊囚犯獲得提早架式的門檻 另外,新聞黨葉劉淑儀關注 諮詢文件中其他意見中 有人提出進入香港暫居或永久居民 極定要宣誓外國外港 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廣安法》23條 將Facebook、YouTube等網站接出香港市場 Telegram、Signal和部分加密通訊軟件 成為犯罪分子罪惡溫藏 具有統領行動、發布煽動消息等性質 23條應該禁照相關通訊軟件在香港使用等等 葉劉淑儀說 又在杜拜的朋友說 子女不想回香港,要求政府澄清 林定國回應說 政府絕對沒有任何意圖,感謝社交媒體 說社交媒體只是工具,政府不會阻止工具存在 而是針對有人利用、濫用工具去散播危害國家安全言論 強調香港有資訊、言論自由 這個獨特優勢必然屬於維護國家安全大前提 具有反駁說 有意禁制制家媒體的說法 聽起來不合理 極有理由懷疑此等消息 唯恐天下不亂人士散播危言總聽言論 政府和民建聯就自稱 報導相關消息的頻率是假新聞 星島日報證述消息說 23條立法最快可以在下星期三立法會大會加入議程手動 當局希望趕在國家安全日,即4月15日前完成立法 林定國和鄧炳強離開立法會時被問到 有關條例草案會否下星期交給立法會手動 是不是趕在4月中完成立法 他們都沒有回應 公屋輪候測平均輪候時間上升至5.8年 房委會解釋主要是去年公屋產量低 加上部分工程有形容導致 但強調平均輪候時間6年封頂目標不變 有信心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在2026-27年度回落至4.5年 房委會亦就去年公屋輪候時間做分析 指出新界區公屋申請者輪候時間 一般被市區或擴展市區的申請者平均短約1年 香港台一支新聞報導員